华语乐坛女歌手邓紫棋昨日与洛杉矶会歌迷 并且宣布将会首次举办北美的巡回演唱会 预计将会巡回洛杉矶、芝加哥、圣河西、温哥华、多伦多等北美六座城市 其中洛杉矶演唱会将在论坛求场举行 邓紫棋昨日在洛杉矶House of Blues会见歌迷 并向歌迷宣布这项好消息 她将首次举办北美巡回演唱会 歌迷会挤进了数百名歌迷 邓紫棋也为歌迷献唱了许多首歌曲 爱能克服人距离 多远都要在一起 邓紫棋随后在记者会上指出 这次来到洛杉矶除了出席歌迷会之外 也与好莱坞接触准备一项电影的合作案 也为这个计划录音并与许多好歌手合作 接下来其实有一个合作我现在还不能透露 可是将会是一个feature的movie 然后我这次来LA这边其实也是要录一首歌 是为了这个project的 然后也是有跟一些我自己心目中认为非常棒的一些artist有合作 所以到时候能够讲的时候就会公布给大家知道 邓紫棋指出过去一年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因为身边的人令他一直保持正面 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是会互相影响的 我觉得如果我的音乐能够正面的去影响歌迷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他们来看我的演唱会 然后很快乐的度过了一个周末 不是只是那么表面的一个东西 听下卫视记者李浩成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